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今天來玩劍與遠征啟程 那今天就是要來介紹一些新玩法 還有新角色啦 各位,昨天官方釋出了新角色最新的影片跟介紹啦 那以防大家對新角色還沒什麼興趣 給大家看一下設定圖 哇,這隻叫做雷咪啊 我的天,我從沒想過 我也會不受控制啊 哇靠,太香啦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他的技能介紹 官方有這個影片 但是影片是有點長,5分多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重點 他就是綠藝隊的角色 然後是刺客 然後是物理傷害 接著來看一下他的小招喔 看起來他就是用腳來踢人 然後這一招就是提升暴擊 然後只要普攻暴擊的時候 還會再追加一次踢腿 還會造成暈眩一秒喔 這個小招就覺得還不錯了 再來的話呢 只要敵方在附近一格 打你的時候你就會免疫傷害 還會對對方造成2秒的暈眩 那這是6秒可以觸發一次 我覺得是非常強的耶 而且在打回去的時候 還是霸體的狀態喔 再來這一招是必殺技喔 我覺得必殺技還蠻不錯的喔 他可以衝刺到敵人後面 唉唷 然後直接把敵人踢飛 然後還會追加傷害再踢過去 而且也是霸體的狀態喔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可能在特殊的關卡 或者是在PVP中 可能會不錯用 但是我已經不管他 哪裡好用 哪裡不好用了 我覺得他已經夠實用了 然後這一招就是會增加一個BUFF 會增加暴擊跟攻擊力 前面的踢腿也會變成無影腳 哎唷 這個超致敬春莉的啦 有沒有 腳狂踢 超像的啦 官方這裡也有技能的描述 那我看到巴哈誘人已經有技能圖外流囉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自己呢 是已經決定要把他抽好抽滿了 因為我自己練的就是綠一隊 那這一隻不管好不好用 先抽再說啦 推出的那一天 我也會直接抽 然後測試 給大家一點簡單的心得喔 那好久沒跟大家講一下我的進度了 我的進度目前 好推關已經到了無盡關卡了 那已經推到1232了 現在是在前18%啦 感覺應該還不錯 畢竟我花沒幾千塊 一直都沒有再多課金喔 總共也才課4000多塊 那這個賽季預購禮包 我也會早一天來課一下 但是因為下賽季才能陸續領到 所以也不急著買 那只要在14天內 買一買就好了 過幾天再買給大家看 那如果有人跟我陣容差不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推掛機關卡的話主要是這樣 以前我都只有放一隻奶媽 但是我現在才把奶爸也放上來 阿萱與萌萌 兩補的話呢 再加上我的5月 那綠翼的話呢 有些人會配綠劍隊嘛 但是我的升級升階不高 所以我就放我比較強的 弗拉貝爾 那弗拉貝爾其實很好用 各玩法都蠻好用 再加一個古王壇 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很好推囉 我改成雙奶之後呢 我記得前幾天 從900多關一路飆到 近無盡 再加上兩奶之後呢 你的角色的技能就不用用這個補血 可以用心影術 這個可以範圍的打怪 增加一些傷害 我覺得很好用 再來呢 有多蠻多玩法的 像這個災厄蒸法 這個的話呢 我只有綠翼隊打的比較前面 打進排名內 其他都2-30% 打的不太好 而且我看到有些人陣容明明就比我爛 但是打的比我高分 我也不知道爲什麽 不管升階啊 或者是等級都比我低 真的有一點不懂 再來就是 也有新的世界boss啦 這個我也打的不高 大家都可以參考那個通關陣容裡面 看怎麽去打的更高分 那主要就是今天有出了最新的這個活動 群星聖典 都是一些簡單的玩法 像這個姿勢問答 這個的話呢 就是 大體遊戲啦 可以來中途參加的 像現在剩七一題 我們就來參加一下 然後這邊 可以去解任務 他有時候是問遊戲的機制問題 有時候是問劇情 這個劇情我就不太懂 因為我劇情每次都跳過 哭啊 那只要解這些任務 就可以獲得到一些積分喔 哇 回答錯了 哇 頭痛 哇 欸這次怎麽那麽難啊 我剛才玩的沒那麽難耶 屬性產生不受治癒跟受癒影響 欸 呃 呃 對 因為這是吸血嘛 吸血不受治癒屬性影響 蛤 原來是會影響的喔 吸血是會受胡血屬性影響的喔 我都不知道耶 再來就是慶典柴璇 這個玩法過來之後呢 參加之後就是幫這些NPC整理包包 然後就是我們常常玩的這種玩法 這種呢 也一樣是照他的任務去解 這個簡單的超簡單的 中等也蠻簡單的 困難真的比較難要花比較多時間 那也是照著這邊去解任務 每天基本上參加一場就可以了 那這個焚花禮寺 這個我剛才有錄到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畫面不見了 反正他就是會跳出一些花 你就一直踩 那花一直冒出來 你就一直吃就對了 其實就很輕鬆的玩法 這次三個都偏輕鬆 只有這個整理包包比較難一點 但是也有這個提示可以按 右上角的燈泡提示就可以按了 所以如果不想自己解就一直按提示吧 那獲得的積分 這邊都有任務 獲得的積分上面就可以獲得一些獎勵 再來就是商店這邊 就可以把這些抽數買一買 然後第三天會開啟這個神魔抽的抽數 所以大家可能要囤一些起來不要亂買 但是我基本的抽已經把它買完了 再來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商店之前上個月的 現在已經刷新了 很多東西都可以買了 記得要把它買一買 然後每天蒸法一定要打 才能來買這些神魔抽 這些東西超賺的啦 我不小心這期間有太忙 露了兩天沒玩 超虧 再來就是賽季在9月19就要到囉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來推主線 再來就是你的英雄 一定要到共鳴等級240 我已經快到了 19號一定可以240以上 那大家如果還沒到的 可能要努力一下 認真玩一下喔 那主要就是主線劇情推完會有這個深淵挑戰 但是這個深淵挑戰真的很難 我第一關就卡關了 之後過陣子再研究一下 如果有心得再跟大家做講解 這個真的難 那我接下來要做的可能就是把地圖上的所有東西 其實都把他清光 怪跟寶箱都把他打完 然後酒館5月已經是最後一天了 剩12個小時 你如果要抽 現在又把他抽一抽了 不然他之後可能晚一些會進普時 那時候你要再抽可能會比較難 那5月是目前我覺得最值得抽的角色喔 新角如果沒有特別強的話 我看那個技能組應該也還好 我覺得5月還是強多了 不過新角還沒出啦 等出了我抽了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活動這邊 好 錘掉剩12天 我接下來會把他掉一掉 衝鋒之旅 大家應該已經解完剩6天 5月的活動也已經快結束了 然後魔金紛爭只剩下2天多囉 大家要記得要去布防 那如果邀得到朋友一起守 那是一起守最好 可以領到所有的收益 這個每天要去搶3次記得要搶 我發現魔金可能比較花一點時間 所以很多人好像懶得打 但是這個東西很重要喔 全部領光超賺的啦 那因為我最近比較忙喔 很多遊戲都要推出了 所以我很多都要去試玩介紹 那大家如果看到我介紹別的遊戲 也可以幫我看看影片 《鑑魚遠征啟程》已經比較休閒了 你如果要玩第二款第三款遊戲 也可以參考一下 說不一定會有你喜歡的 那接下來《鑑魚遠征啟程》要到新的賽季了 會有更多的內容推出 那我之後會出更多的攻略影片 那這些難的關卡 之後我也會花時間 推出一些攻略影片給大家 那這集就是來介紹一下新角色 一起期待一下 還有一些近期的提醒 那想要看新角強不強 也記得鎖定我接下來 角色正式推出的時候 分享給大家啦 好啦感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下部影片再見囉 下部影片再見囉